懒人版的辣椒炒肉制作人 阿瑞 我看你能盛出来吗 很多网友啊 一直就是在后台呢 就是私信我 就问说到底这个料包 能不能做出 就是跟单视频里边这些菜 一样好吃的这种菜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就是这期视频呢 我觉得应该测试一下 阿瑞90后 它呢在家里边呢 是不做饭的 今天咱们只是测试这个料包 要是好 咱觉得这个味道OK 咱们就推荐给大家 这个料包上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一包料 加这一包料粉 是炒半斤肉 半斤辣椒 这是调味粉 然后这是料汁 一半放在里 一半腌肉 肉是最新鲜的五花肉 这肉一定要让它切的 有一定的厚度 千万不要太薄 252点 4克 250克啊 或者咱们用500克的肉 倒两道 然后呢咱们就炒一斤的肉 然后呢半斤的话就成了 哎 这也行 是吧 这个应阿瑞的要求 阿瑞爱吃肉啊 还非得让我多加一倍的肉 那就是一斤肉 这个料汁呢 就等于是这里边一袋 对吧 对 人家配比上呢 是半斤肉 咱们是一斤 就是放两袋 然后酱汁 放在一斤肉里边啊 腌制 我要是都会了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能学会 按照它的要求 拌匀 腌三到五分钟 按照这个料包上说呢 还有20高升的水 调匀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辣椒 200克的螺丝椒 是250克的猪肉 肉呢咱是切的片 辣椒呢 咱们也切片 您切成块也行 还有一种吃法呢 是比较粗犷的啊 就是假如说 我家里边我不愿意动刀 那您就是 看到吧 一掰就行了 这是一种做法啊 还有呢 您就是给它切成什么 辣椒切成什么呢 滚刀块 好 咱把锅烧热啊 把锅润一下啊 这油不能放在里边 底下来一点底盐 不要剁啊 待会啊 这是干嘛是的 炒辣椒用的 倒 在炒的时候要摁一摁啊 辣椒得倒什么呀 得类似于这样 起泡了 看了吧 这才成 好了 你这个可以盛出来了 然后这锅子 趁着那个热度 打一点底油 这个是肉 嗯 往里放 给你拿铲子用啊 真没做过饭啊 顺着锅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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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它崩你 嗯 放下来之后呢 你就先别着急扒拉它 嗯 你轻轻一推 啊 轻轻一推 它不扒锅了 看到这边不扒锅吧 嗯 哎 这样你就可以扒了 哦 哎呦 说葱姜放不放没有写 只说蒜了 但是作为咱们家里边炒菜 或者说餐馆里边炒菜 这个料头是不能少的 因为它是去肉的异味 增加肉的香味 好 蒜 还是为我们这一锅 一炒一斤一斤的 这这炖子也可以啊 这个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啊 嗯 咱家里边的火 你就全成大火就行 因为咱这是生炒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先得把肉炒熟 才能放辣椒啊 菜不出油 我都要出油了啊 这个呢 我给你把辣椒放进去啊 哎 好嘞 继续炒 你看啊 辣椒的香气和肉的香气 已经融合了 然后咱们刚才这个料汁 我饭了啊 来吧来吧来吧 别着急啊 好嘞 好嘞 行 出锅了 我看你能盛出来吗 我盛出来 这是你不行啊 这不赖我 我帮你出锅了就啊 这是安水炒的辣椒头肉啊 这个味道呢 我认可 好吃 因为这种料包 百分之百都是当地的酱油啊 酱油啊 肯定是当地配的 嗯 人家炒 炒出来的味道呢 也非常到味 但是从色澤味道 还是很ok的啊 懒人版的辣椒炒肉 您喜欢吗 您喜欢可以跟阿瑞一样 在家里边自己操作 很好吃 超级棒